我们讲奢侈品一直比较仰赖是北美 还有中国市场这两块 不过我请教挺好的事 这个利丰集团 他们最近公布的财报 反而是中国的购买力转强 美国的需求转弱 这是怎么回事 利丰集团它是瑞士金品股的龙头 像我们看到的卡提亚 万宝龙 都是它附属的品牌 这个你可能比我还熟悉 不过我们可以观察到 今年二三年的一季度 会计财测当中 其实营收成长了14% 来到53.2亿欧元 所以基本上去年 其实大家已经观察到 去年即便是景气下期年 可是奢侈品股的财报 普遍还是优于当时科技股的表现 所以去年为什么 因法股市可以一路创高 原因就是因为这些奢侈品股 占它的市值的权重比较大一点 所以顺势的把这些股市指数 给带高了 可是现在的问题就在于 这一次所公布的二季度 实体资料当中 其实利丰集团在美国 尤其是美洲的营收增长 老实说并不如市场当中 想象得来的强劲 这跟美国目前的 股票市场的涨值 感觉就有一点脱钩 股票这么赚钱 应该有钱去买奢侈 对啊 所以我们具体来看一下数据 在美国领域当中 这一次23年跟22年的 二季度比较 居然还衰退了4% 表现稍微比较亮泪的 欧洲市场还有10%多的增幅 不过欧洲市场 去年基期本来就比较低 重要的是在整个东亚市场当中 是大幅增长了 接近有4成左右 这是几大板块当中 几大部门当中 表现最为亮泪的区域 日本的部分 顶多也增长6% 日本现在进入景气扩张格局 也才增加6%而已 中东和非洲的部分 增加12% 所以中国市场 有如此亮丽的表现 就让大家开始好奇 难道一直到目前为止 中国对于奢侈品市场的 攻陷还在不断的提升吗 主要有两种角度来做思考 第一种角度 是因为它跟去年同期比较 去年的二季度的 中国市场的消费 在奢侈品上 肯定会比今年来的低 因为去年这个时候 都在封城 根本没办法到实体店买 只能网购 所以肯定会比较 基期比较低一点 但是从实质增额来看的话 整个东亚市场 我们清掉 基本上在全美当中 或者说全球当中 数字仍然是最大的 换句话说 东亚市场 当然我们这边是去除日本 我们主要就是以台湾 韩国和整个大陆市场 比较起来 仍然是利丰集团 最重要的营收来源 这个时候就要来观察一下 可是如果按照目前 中国内部的消费状况 其实也没有显著好转 为什么中国市场 仍然可以贡献 全球奢侈品市场 不是说他们有通缩的问题吗 这有两个角度 第一个就是中国市场 在资产阶级当中 可能它所面临的处境 没有想象中来得坏 这是第一个角度 第二个角度是台韩 在过去两年的 半导体带货潮之后 人均所得有大幅提高 所以比如像斐鱼节的话 可能在今年就多买了几个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两个角度 中国市场有可能会 如此的增高吗 我们从几个图表 来跟大家有趣的解读一下 首先是权贵阶层 其实受到这次影响 幅度不是特别大 前阵子我们有跟 投资品有追踪过 公务员即便已经减薪了 两万户 但是以珠三角而言 平均薪资在减了 25%的薪资之后 还有4万8 所以如果是从 权贵阶层来看的话 或者是以公家部门来看的话 薪资水平仍然属于 高涨水位 第二点 虽然财政营收 在地方政府的财政营收上 似乎因为房地产市场 受到一些冲击 但是中共政府 其实也在急着 去找其他裁员 比如说我们来观察一下 中国的罚款收入 其实我们主要 是把公共收入当中 剔除之后 就得出罚款收入 你会发现 从20年21年22年 不断在一个 显著的创高格局 罚钱的收入越来越多了 这是一种 替代财政收入的方式 另外一方面 中国的彩票销售额 是少数在中国的 经济指标当中 创下历史新高的 所以一方面 这说明很多人在买彩票 但另外一方面也说明 在中国的通缩现象 它其实也不算是 全面性的景气萧条 它就是市场上 这种通缩心理预期 已经产生之后 多数的中产阶级 还有你穷人 已经不敢消费 但是如果是从 资产阶级的角度而言 老实说还有钱 根本就不差 有没有进入到 景气下限格局 所以我们才会说 为什么有时候 以前我们讲说 那种传产类股 叫做防御性类股 现在不对了 传产类股 中产阶级 买不起东西之后 真的会缩小 但是奢侈品股 才是标准的防御性类股 不管景气好景气差 这有钱人总是要买包包的 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 有趣的迹象 如果以中美在 奢侈品的占比来做留意的话 如果是从电子商务的部分 当然占比比较小 可是如果是非电子商务 或者以中国和美国 来做观察的话 中国整体的消费量 基本上已经是 美国的五分之四了 大概是782亿美元 美国的部分 大概是1090亿 换句话说 其实中国在这几年 整体在奢侈品的消费比例 是不断在增高当中的 我们做一个具体的占比好了 因为你没法用 绝对值来做比较 因为各国的人口不同 各国的经济生产力 和所得本身就不太一样 我们具体来看 是看全球的奢侈品的 消费当中 它的比例变化 在2012年的当中 当时只有 全球奢侈品只有19% 是中国人买的 2018年的时候 已经来到32%了 大幅的增高 2020年已经来到35%了 按照市场 尤其是麦康奇的预估 2025年就会来到40% 换句话说 全球到时候100个包包 有40个是中国人 买走的时候 就是说明其实中国在资产阶级的角度而言 它其实并没有大幅的 受到景气的冲击影响 所以有时候我们必须用另类的角度 来思考这些奢侈品 我们在经济学层面 因为叫做计分产 就是它的弹性价格极低 弹性价格高的商品 我们就可以了解到 这个可能稍微价格一变动 大家就不买 像卫生纸 抢购等等 弹性价格极低 不管你涨多少 跌多少 这是我的刚需 奢侈品这些包包在疫情期间 它就拼命长假 这水鱼姐的刚需嘛 对不对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要来关注的是 中国现在也要积极的去美化 在五月他们大决的在抛售美债 是看空美债的一个后事吗 先休息一下 稍后了解 谢谢大家